在今年一月中的時候 跟公司請假 回台灣過農曆新年 這時候我的手機收到一則 WeChat的訊息 是我的中國人小主管傳來的 總而言之就是跟我說 Jeff你被踩了 果然美國科技業的財源就是心狠手啦 相信大家看到標題應該就知道 今天這裡就是來講關於我的故事 那最近美國呢 甚至全球的科技業 因為通貨膨脹 股市表現不好等等因素 開始了大財源 Google Meta Amazon 這些指標性的大企業 都紛紛採源 那一次就是採數千到一萬人 搞得在科技業的工程師們 大家都人心惶惶 擔心下一個就是自己 而我呢 沒錯 這不也中獎了 被公司採源 採的突如其來 採的觸不及防 所以接下來就來講講 我的被採源經歷 我在今年一月中的時候 跟公司請假 回台灣過農曆新年 原本預計過完年後 就回美國繼續工作嘛 結果 在二月一號公司 宣布了大採源的消息 主要是灣區的軟體工程師被採 在一般公司發布 小禮都是美國時間的早上嘛 那時候台灣時間已經是半夜了 所以我正在睡覺 等到我睡醒的時候呢 距離採源已經過了好幾個小時了 我看了新聞後才發現 自己已經登不進去 公司的所有系統了 甚至都來不及跟同事道別 這時候 我的手機收到一則 WeChat的訊息 是我的中國人小主管傳來的 總而言之就是跟我說 Jeff 你被採了 那我當時就是整個傻眼 畢竟 我在請假回台灣前 有跟大小主管都聊過 大主管心思淡淡跟大家說 新年一年 沒有新的黑康 但是我們主也不會採源 而小主管也跟我說 你就好好回家過年 多陪陪爸媽和家人 所以我就放心的請假 回家了 結果 一個反手 我就被採源了 果然美國客界的採源 就是心狠手啦 完全不給你一點反應時間 那我當時的想法就是 那竟然被採了 那也沒辦法嘛 第一件事情就是 確認我現在的工作簽證 是在什麼狀態 所以接下來就來說明一下 當時的情況 一般來說呢 H1P 簽證持有者在離開公司後 會進入一個叫做 Grace Period的失業期有60天 在這60天內 必須找到新的僱主 或是離開美國境內 而一般美國公司在採源後 通常會繼續付員工的薪水 直到兩個月後 而失業期呢 以我為例子 我在二月被採源 公司付我薪水到四月 所以我的失業期 理論上是可以到六月的 看起來還有段時間 讓我找到新工作 於是同時 我收到來自公司的信件 公司的律師說 我們的失業期 是從被採源的那一刻起 所以我在四月初之前 必須找到新工作 不然就要離開美國 而重點是 我那時候根本還在美國境外啊 我當時甚至不知道 我還能不能入境美國 後來公司的律師 開了一個seminar 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失業期 不是從四月開始 而我還是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入境美國 公司方面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不保證任何的事情 有問題的話 可以去找律師諮詢 好 這狀況真的 蠻不妙的 對吧 後來我就去一些 FE的社團問啊 大家也是各有各的說法 有人說 可以回美國繼續找工作 有人說你已經掰了 所以 我後來就去諮詢了律師 而那邊的說法就是說 這部分本來就是灰色地帶 兩種解釋都可以 所以我回美國的時候 可以帶著舊的薪資條 如果海關問我 我還是可以主張自己還在公司任職 所以最後我的決定就是 還是先回美國 繼續找看看工作 做好回美國的準備後呢 發生了另外一個悲劇 上飛機前兩天 我中了諾羅病毒 上吐下瀉 狀態奇差啊 不知道想過多少次 就還是放棄好了 掙扎了好幾次 最後我還是踏上了回美國的飛機 這張飛機跟我的心情一樣 跌宕起伏啊 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亂流 不知道是因為亂流暈機 還是懦弱病都在搗亂 或者是怕被海關刁難 不讓我入境 我緊張到一整趟的超想吐 隨時都處在要吐出來的狀態 痛苦了大概十小時後 終於到了進入美國的最後一關 美國海關 幸運的是海關沒有問我什麼問題 就問我是做什麼工作的 我就照著原定計畫拿出 新資條表示 我還在公司工作 也就被放行了 那再來就是要開始找工作的難關了 現在的找公市場呢 因為財源的關係 各個大商根本就沒有缺人 更慘的是 因為很多資深工程師被裁員 所以不只缺很少 你的競爭對手 還都是很資深的人 而我約兩年的工作經驗 就略顯尷尬 在市場上很少菜鳥工程師的缺 而資深工程師 我的經驗也不足 總之 在實現內找到新工作 大概就是所謂的S級任務吧 所以我的策略就是 多頭正在發展中的中小公司 以及跟我的工作經驗 和工作內容極度相似 或者是Match的程度超過70%的工作 但還是很有可能高機率被拒絕 因為現在對於公司來說 就是能用比較低的薪水 請到資深人才的機會嘛 像我這種資歷很淺的工程師 就十分不利 至於我是怎麼準備面試的 之後預計會再有一支影片 來說明這個部分 就請大家再多多支持 總之呢 按照我的策略 接下來就是開始瘋狂的面試 之前看到新聞上說 被裁員的工程師 在隔一周面臨的 就是十幾個接種而來的面試 這句話真的不假 我就是一直在面試被拒 投履歷被拒 面試被拒的循環中度過 面試了無數次 最多的一周面了十一個面試 最後都不了了之 或是被拒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把每次 面試的結果和時間 像我這樣記錄下來 方便自己調整狀態 規劃時間 以及去覆盤自己之前的面試 哪裡做的不好 雖然一直回顧失敗過程很痛苦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一定要做 最後的結果呢 這次我花了約八周的時間 找到工作 有運氣關係 但我也蠻肯定自己的努力的 我幾乎捨棄了所有的社交 每天就是 讀書 刷題 運動 吃飯 吃飯也都吃得很簡單 單純順便減肥 所以我還真的瘦了五公斤 因為我覺得要把自己放在一個 不太舒服的狀態才能 督促自己努力找工作 有點類似那種 握心長膽的概念吧 這次被裁員我覺得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評量自己的實力 找到自己的不足吧 突然進入到找工市場 前面幾個面試真的是面得亂七八糟 不管是寫扣還是面專業知識 原本會的東西都打得很差 很多以為自己懂的東西 其實根本就沒有讀通 所以也藉著這次的機會 盡量把它們補起來 未來工作一定都用得到 心態方面呢 我覺得自己現在的心態越來越強了 優者會被趕出美國的倒數計時器 在身後追著跑 讀不完的書刷不完的題 因為各種原因一直失敗的面試 都讓我變得更堅強 我覺得很多時候 很想用最快的速度 把事情做好 但其實根本就沒有這種事情 一點一點的累積 當你花的時間越多 你面對挑戰的時候 才會更踏實 我面試到後面就越來越有自信 不管答得好不好 都可以就是結束後好好的復盤 把答得不好的部分呢 重新複習 很幸運最後有讓我抓住一個機會 成功上岸 最後希望這部影片能對正在找工作的人 或正準備要畢業的社會新鮮人 有一定的幫助 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也都做到了 你們一定也可以 然後也要感謝一直來鼓勵我的家人和朋友 一直告訴我 大環境好不好 不是重點 充實自己的實力 所以總和東山再起了一天